或激情澎湃或深情温婉 他用声音感动一个时代 顺境不交 逆境无悔 他用一生坚守艺术舞台 《军女人生》即将为您播出 林中华为时代而歌 《军女人生》即将为您播出 我叫林中华 193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宁安县 我在部队从事文艺工作70年了 很多人说我是朗诵表演艺术家 我觉得我就是一名老兵 我选对了路 进对了门 军队是培养我的大学校 是我毕生战斗的地方 也是我永远的家 大型音乐舞蹈室是东方红 让很多人认识了我 半个多世纪的时间 我参加了无数次东方红的演出 每眼初一次我对东方红的感情就增添一分 每眼初一次我对东方红的理解就加深一层 可以说东方红照亮了我的一生 也指引了我的一生 我这辈子只穿了一套衣服 那就是军装 我这一辈子只干了一件事 那就是用我的苍劲的声音 欧哥 我们的党 我们的军队 我们的祖国和人民 提起林中华 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不陌生 半个世纪前 一部大型音乐舞蹈史是东方红 让他成为了一代人的激情记忆 从那时起 他的名字与东方红紧紧相连 他的一生也深受东方红的影响 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 东方红照亮了我的一生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他雄魂的嗓音 去聆听一个时代的回声 每天上午 在北京市一个安静的小区里 都会传来在钢琴伴奏下练声的南中音 因为声音这个东西 你越用它越好 我自己也平常很注意 一个是注意保养 所谓保养就是我从来不抽烟 我从来不喝酒 基本功我一直都练 朗诵艺术家林中华 今年已经87岁了 每天坚持练声音 练气息 七十年来从未间断 为艺术而生 为艺术而来 忠于艺术 一生酷爱艺术 挚爱艺术 从来也没有放弃过 为艺术而生 这是很多人对林中华的评价 而林中华的人生 就像是一出舞台剧 有着戏剧性的起伏低档 也有着贯穿始终的主旋律 1947年的夏天 黑龙江省宁安县 搭建了一座露天舞台 歌剧白毛女在这里连续演出 点燃了当地群众翻身解放的热情 也点燃了一个孩子的艺术梦想 演机场我们就跟着看机场 还偷偷地挤到后台去 看演员的化妆 那就从心里就非常羡慕了 正好演完了之后没多久 那么这个炮校文工团 就到我们学校去招生去了 就是要参军 那一年林中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要参军 在一个月朗星期的晚上 他抱着一条毯子偷偷离开了家 成为了炮校文工团的一名战士 我们是个大家庭 我在家呢是可以说是长子长孙 家里头那确实是当个宝贝 现在你想才16岁就想当兵 家里头能战成吗能支持吗 但是我走的决心已经定了 当时只有16岁的林中华 不仅要宣传创作 争凉争草 还要运送炮弹 护送伤员 任务十分繁重 但他一想到白毛女中的场景 内心就充满了力量 一宿要走12岁 是120里 急行军 到住地以后 那我是比较年轻了 又是个小兵 所以就什么呢 烧热水 给战友们端上来洗脚烫脚 自己脚上也打炮了 老同志帮着给挑炮 所以一直表现得比较积极 解放战争时 林中华荣立了三等功 还入了党 北平和平解放后 林中华随先前部队率先进入了北京城 也进入了他心中的艺术殿堂 1951年 林中华成为最早一批 总政文工团的团员 在部队这所大学校的锤炼下 林中华个头长到一米八 英气勃勃 才华凸显 他先后排演了董存瑞 黄河大合唱 祖国颂 祖国万岁等节目 不管什么样的角色 只要需要他 甚至庄台羡慕的力气活他也干 我心里都失踪 觉得我确实是走对了路 入对了门 这一生吧 七十年后再来回忆 当初这个决定我觉得是无比的正确 这两张曲照分别拍摄于1964年东方红的首演 和2013年再现东方红的演出 时光过去半个世纪 但林中华依然记得当时面世的情景 我当时准备了两首 一首是朗诵毛主席的诗词 长征 七绿长征 另外就朗诵了黄河大赏 也就是朋友 你到过黄河吗 你渡过黄河吗 你还记得和尚的川夫 在拼着性命和惊涛海浪 搏斗的情景吗 如果你忘记的话 那么你听吧 这个厕所并没有用麦克风 就凭你争嗓子 直不容易 他一张口 就可以 他的声音那么红亮 那么透明 那么穿透力 一下就挂满了整个大厅 再加上他充沛的激情 一下政府了所有的领导 大家说 哎呀没说的了 就是他了 位于北京西部的西院饭店 最初叫做西院旅社 这里是当年东方红剧组的所在地 1964年夏天 林中华走进西院旅社 走进了东方红剧组 在此之前 林中华并没有学过播音和朗诵 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口音 我是东北人 有的字 我就流露出东北口音 我在那个词里边 就叛读做个记号 怎么的 卷舌音 还是存音 还是齿音 这些东西 我都专门做个记号 来提醒自己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东方红 是为了庆祝建国 15周年而创作的 周恩来总理 经常亲临排练现场 审查节目 他对林中华的朗诵 提出了深入基层 访贫问苦的要求 那时候到钢铁厂 北京郊区 访问一些老工人 我们还推荐 我们看一些有关资料 这样 确实是朗诵起来了 脑子里头就有形象了 对剧本中提及的生活 多去体验 对台词中每一个字的读音 必须校对 这是东方红 留给林中华的朗诵诀窍 同时 东方红很多人生财富 应该做一套 很合身的漂亮衣服 展现给观众 当时从节约 闹革命的角度出发 都没有做 让我们登着自行车 从城北 骑到城南 到体委的仓库里边 去找那些运动员 出国参加比赛 回来后 把那服装再交回来 所以当时你看 这都很节约 所以当时选了半天 选了那么一件 钟晨庄 是借来的 给打了欠条的 中国国 爱养生 中国所有的 毛泽工 1964年国庆前 音乐舞蹈室 史诗东方红 在北京 打开帷幕 这首革命史诗 溃碎了当时国内 一流的编导演员 参演人数 多达三千多人 没有一个人迟到 没有一个人缺席 悟长 都没有 到现在我都觉得 使人感到真是可敬的 就是那些个 已经在全国 那个时候来说 比较有名气的演员了 像郭联英也好 像王坤也好 等等 那都是在当时 全国都有 他们下来了之后 到后台 帮助那些舞台演员 舞蹈演员 那舞蹈演员要 这整个的要演六七个角色 他们脱下了衣服 赶紧换那套衣服 把脱下了衣服 给整理好 黑暗的旧中国 地是黑沉沉的地 天是黑沉沉的天 在众多演员中 林中华的朗诵 荡气回肠 给观众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压住三座大山 是全国人民的偶像 他不是像今天 是某一个局部的 某一个群体的偶像 他是中国的 全国人民的偶像 没有不知道他的 亲爱的同志啊 你可曾记得 在林中华面前 朗诵艺术的大门 已经徐徐开启 他的起点很高 他对自己的要求更高 想往着胜利的一天 以后对朗诵也好 或者是我演出的也好 都是树立起我 以后就是说 我要找根 我要找这个核 内心 那核在哪 根在哪 你从他的眼睛里 从他的神采里 你能看到他 把自己的命运 和艺术融到一起了 他表现出的艺术 是有生命的 让艺术与生活相融 让艺术与时代共鸣 这是东方红 留给林中华的艺术启迪 也是他坚守一生的人生准则 红军不怕 远征难 万水千山 只等闲 我叫林中华 193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 银安县 我这辈子只穿了一套衣服 那就是军装 我这一辈子只干了一件事 那就是用我的仓劲的声音 勾搁我们的党 我们的军队 我们的祖国和人民 军旅人生正在播出 林中华为时代而歌 1964年国庆开始 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 连演了八个月 场场爆满 1965年还拍成了电影 在全国掀起了观影热潮 林中华成了名副其实的国民偶像 然而 就在林中华走向艺术巅峰的时候 他的艺术之路却被迫戛然而止 1969年 林中华被下放到黑龙江省军区谋师 担任宣传科副科长 离开了自己热爱的舞台 1969年的冬天 格外寒冷 那年年底 林中华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女 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看着孩子们来来回回在车厢里跑来跑去的那种天真高兴的样子也想 未来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 我知道啊 我是从那出来的黑龙江 冰天雪地 从北京到那了 你们能习惯吗 那时候全国在学习样板系 林中华主动请应 担负起挑选青年学员 学唱样板系的任务 那段时间 林中华跑遍了黑龙江的边关哨所 和基层战士同吃同住 那个时候大庆是讲大庆精什么 他都住的都是非简易的那种土房子 叫干达垒 我跟林中华老师就住在那个干达垒里 我记得他吃饭时候也吃得很香 就吃高粱米饭 特别喜欢和战士在一起 战士们也非常喜欢他 张吉义是当年林中华在黑龙江省军区 挑选出来的艺术苗子 如今两人成了相知半个世纪的老友 据他回忆 短短四年的时间 林中华组建了50多人的宣传小队 培养了30多名艺术骨干 很多人因此改变了命运 走上了艺术之路 可以说林中华虽然离开了舞台 但他的命运却始终与艺术紧紧相连 1974年 万水千山剧组将林中华戒调回京 粉碎四人帮后 他被调回总政话剧团 先后出演了决战淮海 文成公主等话剧 电影 就是他的命运和共和国的命运 和人民的命运 和人民军队的命运 已经统一到一起了 已经融为一体了 所以说他的作品才能够感人 礼修后 林中华的生活依然忙碌 他不仅出演了很多电影和电视剧 还在很多大型文艺晚会中担任主持人 或者是朗诵 2016年 林中华受邀在北大百年朗诵会上 朗诵白画诗 小和 这首诗 智朴平和 深邃婉约 极大的挑战了林中华的朗诵风格 我过去朗诵 还是以展示革命的 气魄的 宏伟的 这方面偏多 那么朗诵抒情的 舒缓的 这方面就比较少 所以我接受这个任务了 我当时 我觉得这不是我所长 我这行不行啊 这个别再砸牌子 给自己添乱 但是又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自己应该有所尝试 不知道哪里去了 好 这点就不跟你说 这点对家众那是什么 我对他点头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林中华查找资料 研究律师 调整发言部位 摸索新的表达方式 在朗诵舞台上 这位高龄的老人 依然怀揣敬畏 步履步行 我是一个老兵 在艺术的面前 永远也是个新兵 什么时候闭眼睛了 这感悟就 大概新的感悟就停止了 所以这就 像宗理教导我们的人 活得老 学得老 一无止境嘛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的中国 为时代而歌 这是林中华一生的艺术写照 也是他一生不灭的精神追求 只有找准方向 人生才能不怕挫折 永往直前 70年的艺术生涯 林中华在前线哨所演出过 在露天舞台演出过 在人民大会堂演出过 在莫斯科大剧院演出过 而这些舞台 在林中华眼中 没有丝毫分别 直到今天 87岁高龄的林中华 还坚持规律作息 锻炼身体 面对各种演出邀约 他仍然全力以赴 在他心底 他只是一个文艺老兵 宣传人民军队 欧哥时代 是他的使命 也是他的光荣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要了解更多的 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 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关注军旅人生 微信公众平台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